音樂 曲名 曲名的 但我也是啊 我不知道 我已經盡可能的篩選了啊 我盡可能的畫面都只有盡可能出現啦 不要兩個人 大家都給兩個人的畫面 西索那是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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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十一 如果看標題的話你應該很奇怪 你應該在國中就應該把直線方式學完 高一的時候就幫你學一下直線方式 之後陸陸續續中間的考試也會把直線方式拿來考下來 所以直線方式對你來講應該是超簡單的 但是我們這一個單元為什麼要再把它拿出來 我要想一下從現在開始直線方式是我們還會再拿出來上次 現在再教一次 後面還會再教兩次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教法就要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你就是為了後面那兩次來做做方式來行動 好 那因為我們要回過頭來偷集你以前學的方法 你還記不記得李博生怎麼學直線方式 就是老師就講了一句話就是說 發言A加B就是直線方式 之外就請你把3.2跟1.4A這兩個點帶進去把A跟B找出來 那你的答案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下走 我要把問件是 你以前可以這樣子傻乎乎的就這樣子去算直線方式 可是我們現在要聰明一點 你要告訴人家為什麼這就是直線方式 為什麼這個就是叫做直線方式 那你說它是這些方式我就帶進去 那為什麼這樣子就會對 對啊 到底直線方式裡面代表是什麼 所以其實國中有寫但是欸 沒有講清楚就把方式式丟進來 好 國中講的東西是這樣子寫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他說這個就是直線 他說這個就是直線 但是欸 你們就自動把它解釋直線就是它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就這樣做就做就直接用了 一直用到現在 好 但是那個時候你們留下一個伏筆就是 這種直線的寫法有一個特定 那個特定就是它不能寫出現直線嘛 對不對 所以既然有一種方法寫出來 但是它不能寫前直線 所以先直線還要另外再開一個帳場 開一個帳場 叫做SN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對於直線的認知就是這兩套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是這兩套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很納分 我們要回過頭來重新例如一下 什麼這種直線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了解 我們在記錄這個圖形的意義是什麼 記錄一個圖形 你用一個數學的方法去記錄一個圖形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下面這裡有一句話講很好 來 問題是這樣講 說直線的任何部分都跟全部一樣 什麼叫做任何部分 任何部分就是線段 直線隨便取一段出來就是一個線段 這個線段就可以達成這樣直線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放大縮小就是跟直線一樣 對不對 好 但是我要把它再計畫一點 任何線段都跟它一樣 那我要講 任何一個點都跟它一樣 對啊 為什麼 因為線段是用很多個點組成出來 它很多個點也可以組成直線 所以我先組合成線段再去讓它變成直線 所以我們要去理解 我任何一個圖形 其實最後縮小之後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是點 任何圖形縮小到最後的最小單位就是點 記得這樣嗎 好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然後我們整個章節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出現了 任何圖形都是用點或是 你只要把這個圖形上面的每一個點 擁有什麼特徵寫出來 你就得到它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 我們在這個章節第二章 就是正式月桶的重點 就是我們只要考到沒有章 全部接觸 所以你會抓出一個重點 原來這一章 等級的一個 大家上面很冷靜 這個一章原來就是要教我們 怎麼把圖形上面的點 形容出來之後 再讓它寫成好幾次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學會寫點 等過程 這樣我們點 寫點的特徵就是我們這一個章節的重點 好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所以下面開始 那當然固定真的還蠻有的 它是不是 設計出鬼機分補號的 鬼機分補號的 那另外一個應用的人叫做扭論 他跟扭論他們兩個在那個時期 有機會就是他們兩個在創 在應用和創造的 OK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講 其實我們就是要用數學去記錄整個世界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記錄啊 那我們就要下去講 我大概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圖形 描述出來 我建議就是一個X加3Y等18的 欸這樣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 要記錄的時候 不能記錄這麼複雜的 我們要先記錄簡單的圖形 所以我們先記錄一個點 所以我們現在記錄一個點的話 你空間中一個點 這樣沒有依據啊 所以我們就會建立一個座標系 像我們座標系的系統 最主要的就是由誰 誰舉動出來 就是以他兒 以他的代表去挖下去 就是我們實力我在嘛 對不對 我會告訴你我在啊 所以我要去思考啊 那思考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要定義出一個 讓人家可以思考的環境啊 對不對 欸我在那裡 我哪裡啊 我在中校東路的17號啊 中校東路就變成一條線啊 那17號就是一個位置啊 所以速限就速限 OK 所以我們為了他記錄你 這個點 我們要先記錄太多長的 就是點就好 你就要有一個動機來定義他 所以你就先設計了一個速限 好那速限呢 他速限之後 我們上面的點座標好 我舉個例子之後 就出來 好這就是一個點 好 所以點就出來 那我們記錄他的方法 就是用這樣來記錄你 OK這樣可以齁 那平常如果沒有人說他是誰的時候 我們就說有一個點他叫做X 我們會有一個圖號這樣去記錄 那個位置叫做2 後來如果不知道正什麼位置 那你就說 我不知道我站在哪裡 我站在X 可能就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這邊有呼吸一下 國中有講過速限3元 數字拿3元 方向 圓面 調位長 欸這很重要 因為這樣就是一個大位很好 那哪一個是正的 你的箭頭就要告訴我 好 這個箭頭告訴我 這邊是正的齁 好那接下來數字就要在整個 直線上呈現出來 對方向圓點到位長 齁 這樣子的數字才會先提出來 好 那現在我們的環境越來越變成 我那今天一個人 只有數字的話 好像很難 很難讓他入力出來 比如說我們說 啊身高就好 那身高我說160 就等於656個站起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還要再加上一些數字嘛 比如說幾個重 160跟70個我進來 可能就少一點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能要量數數字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創造另外一個 維度 齁 當你數字要變多 又不能把他們穩為一台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增加他的維度 所以我們就從 一維增加到二維 齁 我們這個叫做直角色 那他就是創造的 XO跟YO 那我再去定義一個 點2或點3 那比他沒適合的話 我們就叫做XO點Y 好 所以我們在創造我們 整個記錄點的方法 我們在一直在記錄喔 我一直都在記錄喔 到這邊問題 好沒有問題喔 好 那接下來下一頁 那我們還沒有別的記錄方法 有 我們在記錄中 極坐標等上次的確定 所以極坐標也會記錄 我們記錄舉個意思 這一個點 這個點的記錄方法的話 他的極坐標是個點 記錄成班級是3 因為我會用一碗單次的班級1 第二碗班級2 第三碗班級3 那你再第幾度角 30度 那你家裡可以用複度來記錄 好 那如果一般我們的寫法就是R起來 那我們用中瓜來表示 好這個我們上次學過 那他跟指標周標系 有轉方同時 那個就是 可是周標就用Rcos 國外周標就用Rs 就是紀錄完畢 好 但是我們沒有要改變 好 但是我們現在 再延伸一個吸的點的記錄 好 這是為了下一張 第三張記錄 非指標周標系 非指標周標系的話 它其實還是會有一個點 那這個點呢 其實你現在看的話 我們也很直觀啊 你這些怎麼決定 這些點怎麼決定 我就說把這個方向當為一單位 可是以前是指標 現在是卸角 那我們稱為卸角座 非指標周標系 就是叫卸角座標系 那 這裡 是當成這個方向一單位 這個方向兩單位 這個方向三單位 啊這裡是這個方向一單位 兩單位三單位 那我們就會被這兩個方向 定出一個系統的話 因為它不是我們的指標周標系嘛 所以就不要再用點走歪走 我們可能就會定點的東西叫做什麼 is 這個叫做 a 那你怎麼去記錄這個點 那你怎麼去記錄這個點 對啦我聽不懂 好 i跟j 好 那我們怎麼記錄這個點 這個點的記錄很簡單 你是不是要從原點到那個點的方法 就是先走幾個i 兩個i 再走幾個c 三個c 好 所以記錄2b 所以這是一個c的錯標系 記錄嘛 對 這就是效量 我們之後效量的合成 就是需要用到這個技巧 去記錄 再記錄一個點 然後為什麼會看幾個點 因為你會發現 這樣一個計法 其實重點在2跟3 就可以決定唯一的答案 對不對 你今天會不會有那個點 還有除了用2i加3c的形式 沒有 沒有 你用i跟j 有整個關鍵我都喊上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告訴人家說 他這個時候會很像 在這個網際 在這個網際 講到這邊有問題 這樣會沒有 欸 所以你平常都會記錄點 不會啊 這就是你都會來的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很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要讓他再複雜一點 所以我有講過 當我要記錄成比較複雜的東西 點記錄完 那接下來就會變成線 可是線也不要印象太快 所以我們現在來個線段 所以我們來先來記錄個線段 所以一樣在這一頁 我後面有啦 但是我們先 這桶一在這裡 我在書線上我都沒有有一個線段 可以啊 我現在畫一個線段給你 我希望記錄紅色這個線段 那你怎麼記錄紅色這個線段 那你怎麼記錄紅色這個線段 你怎麼記錄他 你是不是會用這樣子記錄他 好 我相信我寫不管大家就會認同他 但是欸 我叫你寫出來你就不該寫出來 因為你不寫出來 我叫你去形容一個東西啊 你會傳色一個東西 你會傳色說 老師你想要我看到什麼答案 我想要看到什麼答案 我告訴你 數學就是要看到 你講出來的東西就是有這個樣子 你講的東西就是有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告訴我 欸 可是如果只能復二道理 那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在系統一個補習 用數學的方法系統 其實跟你平常用嘴巴系統的一樣 你說那個 那個人講的就是瘦瘦高高的 嘴巴還寒一個其他人 那你就知道是誰 OK 他啊 他在實習大人 OK 所以你就是用這樣子 你看到什麼 你就系統他 可是欸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講 我說他瘦瘦高高的 嘴巴寒一個其他人 結果這裡也在實習大人 這時候就麻煩 我來想要描述他 可是我的描述變成 除了他之外沒有他 那這個時候我的描述就有什麼 不好啊 我的描述就不夠好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說 這個無法形容他 但這個時候你就要去修正這個方式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 那 這些事情啊 我們在書籤上描述這個線段還很OK 好 那當然只想說 我還是想要描述一個線段 那我要描述的線段 如果長這個樣子怎麼辦 你會不會描述 所以這個時候欸我就教一下你的描述方式 先用看的不要插 先不要插 然後你不要插 他的情況就是他的座標在0到2 他的外座標也是0到2 這樣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這樣子出來的東西可能不是紅色 而是什麼 一整個都什麼 三角其中一旁 有沒有回這裡 欸 所以你已經跳過我們怎樣介紹的東西 我們要點線面已經應該到面了 你有一個區塊給我的 所以這個時候這種形狀就不好 這種形狀就不好 所以這種形狀的話 他出來會是這個區域的任何一種形狀 所以不會只有唯一這種紅色 所以我現在希望你描述出來的東西 就會一直會讓我對足這種紅色線段 所以我現在描述出來的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形狀也可以 綠色這個形狀是不是也可以用那樣的描述 所以也就是說 綠色會符合右邊那個條件 但是右邊那個條件不會只有對到綠色 也不會只有對到紅色 而是會對到整個黃色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在描述這個區塊 所以你現在會描述的朋友 我要講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只是描不好而已 你會大概想要描對他 但是在你描完之後會發現對不準 那就如果再加東西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要的紅色的東西 除了這樣的東西之外 其實是不是還要再加一點東西 那加上什麼條件會比較好 就去想看看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條件給你看 如果他加上胖盆相加之後 這樣就很快的話 那你就只有那個地方 我相信你有沒有說 沒有說好 但是現在就是這個東西 不會 但是你們也全是 你們也全會啊 因為就是通過銀二跟通過惡禮的直線 就是長那樣 你用結居式嘛 都會直接加上 都會自外的皮啊 整理一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啦 OK 好 但是我們先看到這邊 先讓他知道一下 我們在描述的任何形狀 其實就是 你說什麼條件我就做什麼東西 可是做完之後我發現 我得到的東西跟你要的形狀 沒有辦法重疊一模一樣 但這個時候你怎麼放這次就不對了 我看一下能力 OK 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線段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實際上線段也沒有那麼難 有些線段就很簡單 我看一下 哪些線段就很簡單 這線段還是很簡單 橘色這個線段有沒有很簡單 他說x在0到2 我說錯 不過到2 但是在歪做不要壓怎麼樣 用一個給你 這樣不會 可以啊 這個線段就用這樣子形狀 可能有任何錯誤 就沒有錯誤 這樣可以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教你怎麼描述 好 描述到這邊有問題 沒問題 那我們再做最後一個描述就好 有問題 好 這個線段可以 因為前面不會不知道怎麼講 是因為 你不知道我希望可以到什麼 都想看到 就是你講出來差不多都有標準 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只是我現在寫出來你就會覺得 喔 那這是標準 OK 所以你現在想一下這個為什麼是什麼 因為它所在環境只能用R跟系統來形容 所以這一個小區塊 其實用R跟系統來形容它 你的形容只會是 R在哪裡 你到後還是過得到你 你到後來 為什麼 因為基礎標準裡面 R不會是付出 OK 老師那 如果我之前 R等於0到2之間的話 其實D相對於R相對於2 這樣的一個條件請問一下我會得到什麼 你知道嗎 只會得到這一堆 裡面 你會得到這一顆球 那這個很圓 跟它的內部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這樣啊 所以你現在還要加上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就是它只能在什麼小區 所以系統等於180度 好 請問問題 好 講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這邊快要講什麼 我們接這一張解的重點 這個張解的重點它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能抓這個重點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意思測了 然後最後一張圓罪曲線全部都學完了 因為圓罪曲線也是一個模型 就是一個拋物線啊 雙曲線啊 左邊啊 它是不是也是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 那個模型只不過就是把我現在在介紹的磁線變得很主張 就是有新的規則 好 好 我們現在之後就會用到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現在已經介紹到線囉 好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你真的在超過線嗎 你現在 你現在的系統都是用線 線段的方法來系統用力嗎 是啊 那不然的就是線段 可是你在想它的時候 在想這個線段跟這個線段的表現方式的時候 你不是用線的方法來想 你是用什麼來想你知道嗎 你是用點來寫 你是用要在這裡面的點應該要滿足什麼條件 來寫出那個條件 你知道嗎 你寫出那個東西你會覺得它對 是因為你覺得那一個條件裡面的所有點都在這裡面 這是你活動部長會建立好了 就是我給你一個方程式 你方程式有很多的點 那這些點都會在那個領域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寫出一個方程式 其實我們也是設稱主力去想 我如果就活在這個地方 那我是這個領 那我們該是長什麼樣的條件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會寫出那個 是因為你覺得你要站在這裡 你不能比負二還要想 你不能比負二還要大 所以你自己在想的時候 是一個點邊在那邊的DIE區 你要看它會有什麼樣的限制 對不對 那之後寫出來之後 我們在看那個限制會不會讓它離開就不行 所以到下面這個東西就有 就有精準啦 宇宙這一個就是你在想 這邊的點位法是怎麼條件 你發現它不會離開Y的 所以這裡的點每一個人都玩弱辦法是0 但是在這裡的X做表演 發起的站步的道理怎麼樣 所以我們到這邊 我們已經大致上已經抓到一個極端 就是 原來你要往上行動 那這個東西 只不過就是把那些東西裡面的每一個人 把它描述出來而已 所以 有這個概念之後 後面就會被壓力 撞進去 所以我們從數線到直角作標系 描述點的位置之外 我們還要開始學習 其他的幾頭圖形 就是直線 好 直線描述完之後 我們就要描述圓形 那後來我們發現 即便你要描述直線 也不過就是 描述上面的點 所以我們數學的角度就是這樣子 我以前教你怎麼找到那個所謂的方式式 但是我們現在要討論 那個方式的形成是什麼形成 我現在就告訴你 就是你在討論它上面的點 有什麼特徵嗎 OK 所以你其實 你所謂的直線方的事 就是在描述上面的一個點 都會出過什麼條線 OK 你只要描述這個條線 就不會一開始的圖形 那我就可以說 你就是這個圖形的代理 OK 好 到這邊問題 好 重點我們就回來了看下一位 所以我們的問題 第一位就好 所以做到明明上 你要描述一條直線 需要什麼樣的 描述正才能 所以 具備什麼樣的特徵類 就是描述一條直線 也就是說 上面的點 需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那一條直線上面的點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然後 你才能不為 像你剛剛有的時候 描述就是不為一個啊 你出來的東西就不是一樣的 我要的啊 所以我去描述一條直線 想讓它太過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預示 需要臺 相當清楚 照寒 隨便 好 還可以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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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nk 這是不是 嗯 現在要在哪裡 嗯 欸 它是不能拿過去 它現在怎麼開啟 這邊 山豬在哪裡 這裡 這是180對不對 啊請問一下180就可以幫你畫一條線 我就把紙放著 你就把那條線畫出來 好 它畫出來 那請問一下那條線怎麼形成 180形成對不對 那你告訴我說 所以我們要180就可以決定一條線 那這是其他碼 對啊 你跟我說180就決定一條線 那我會告訴你這80接我現在先要放這樣 那不是決定的出來的線跟你要的不一樣嗎 所以你就要開始形容 這一把紙要有什麼條線才能形成這一條線 所以這一把紙我現在放在這裡 至少要緊結程度跟它一樣對不對 所以緊結程度要跟它一樣 這就是什麼 方向 我們講邪運不是我們會這樣 它就是一種方向 好 但是欸 用我這樣的一個方向欸 用我這個方向之後啊 我們發現啊 我會被畫出來的線啊 好像不是只有這樣啊 還有這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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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另外這個時候欸 跟這個線的方向一樣的就是這把紙 那這把紙咧 這個方向它是一個移動 所以移動來這樣所畫出來的可能 其實如果你只告訴我 我要畫的線就是這樣一個方向 那你畫出來的線可能會有這麼多條 那你要怎麼讓你這樣知道 只有黑色那一條 長度 我會不會畫出一個跟它一樣的 可以啊 位置 所以位置要怎麼決定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需要用到另外一個 就是 我會通過 什麼點 好 因為其他的紅色線 都不會通過那個黑色 為什麼 因為剛才移一認同一些事情嗎 我這個方向畫出來的線 會是一個什麼線 對 第一線好 啊 第一線第一好 就跟國中第一一樣 第一線 之間 距離 處處相等 對 好 那我要是另外一個 就是或是討論的原因 沒有焦點對不對 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就是 我現在有這個點 你絕對不會碰到我 如果你碰到我 我們就有焦點 我們就有焦點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很確定 這個時候 用這個方向畫出來的其他線 都不會碰到那個點 只用你黑色那條線會碰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有沒有讓它唯一 有嗎 OK 有嗎 好 那是直線 直線是五線原色的 OK 你剛才這樣講的 如果想線段的話 他就還要講長度 好 不是我們現在講的是直線 所以第二個 就是 好 所以我們總算說 好 我們今天對於一套直線 該有一個描述的方法 就是 你只要告訴它是什麼方向 之後通過什麼線 我就可以讓它唯一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那個方向 得到的線太多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告訴你 你要通過哪一個點 因為通過那個點的線 只有它有一點 其他人 另外一條是直線 所以你會跟它有焦點 OK 這樣就出來 這樣不定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聚焦到 就是如果描述一條直線 就是它一定要給我方向 還有一定要通過哪一個點 你要告訴我 好 那這一個條線 我跟你講 你從現在開始用 你是用到什麼 意思測 這三次我們要學直線的方法 都是用這個東西來寫 好 那為什麼會學三次 因為我們學方向的方法 有三種 有一種就是你現在習慣的代理 其中一條直線的方向 你可以用寫律 但是咧 到了下一張 以後我們有什麼方法 就是我們畫個向 那這前面方向不是同樣 所以我們就把向量拿進去 所以我們把向量 把向量 那 第三個呢 叫做 把向量 好 那第二種就是第三種 其實是我們後面會學的 就是第一條線啊 實際上你指向哪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後來對於指向的那個方向 我們有一個紀錄的方法 就是那說向量 好 那就是可以紀錄這條直線的方向 可是後來我們就發現 欸 因為在紀錄方向的時候 有一種很特別的角度 叫做90度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要線加90度 那你的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跟你垂直的方向 好 那個方向就是有方向 因為我們也會透過 如果我的線喔 分這一個方向 垂直 那我就知道我的線的方向就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也會透過告訴你 方向讓你倒退方向 OK 這樣問題 所以我們到下一張節的時候 就是下一張 在學直線的時候 我們會用波幅這兩個來寫一次線 那我這個張節我們都會用協力來寫直線 好 那到了下學期的時候 為什麼還會在學一次直線 因為後來你會發現這兩個方法 有一個東西不能用 因為你的環境改變 你從平面裡面找直線 改成從空間裡面去找直線 那空中裡面去找直線的難度在哪邊你知道 你跟哪裡是比珠啊 甚至比本來躺在你的桌子上 那你可以知道 躺在桌子上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跟它垂直的線是哪個條線 直線 直線 這條線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給我拿出來外面之後 你跟我說跟它隨時的線在哪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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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到空中的時候你會發現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有一種線 到空間中的線之後 法向讓無法形容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在學移動方向讓形容的第三種方法 的實現方式 OK 所以這是我們後來要學的 那我們現在 只要先取到斜率來形容線就好 那找方程之後 我還是回規到圓桶 你找就回找 你現在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子找回規 所以我們就是要解釋為什麼太回規 OK 所以你現在已經聚焦到斜率了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斜率吧 斜率A1年級有學過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斜率A它就是像一個斜坡的傾斜程度 那我想要給它量化 用數學來形容它 所以為了要形容它的話 那傾斜程度 那我們就要定出兩種東西 一種東西叫做水平方向 一種東西叫做現實方向 而這樣一個定義 A剛好譬如 我們現在在數學裡面 定義的什麼方向 A走 跟Y走 所以我們就是想 所謂的傾斜程度 其實我們看這兩個組就知道 這個比較不寫 那個比較寫 為什麼 因為一樣往前走一公尺 它要爬0.1公尺 那邊要爬0.4公尺 之間有沒有爬比較高 有 所以那邊很懂 這邊比較不懂 好 那我為了讓它量化的話 你總不能就是說 我們的傾斜程度 是不是往前一公尺 就往上多少 這樣很多 最後我們就決定用什麼筆子 拉出它會筆子 所以我們的斜率A 就定義成一個筆子程度 OK 好 下面這個就寫到 所以做到裡面上來 要記錄它的傾斜程度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就是X2變化量 這個Y2變化量 我們第一次會變重心 所以位移 Y2-Y1 好 那它的傾斜的V位 你就用 Y2-Y1 3 X2-Y1 它就出來 我們就第一次出這樣 就是6-6-7-G1 好 這邊我要問一下 既然是箱子 那為什麼要Y2-X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Y2-X 不要S5-Y 如果是冷地的話 那當然是水便離開 對啊所以這次真的是水便離開 我們定邪率是用Y2-X2 那我就定道了 那如果有一天你說 我們該重新定義 我們定義X、Y、X寫的問題 可以 可是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偷重要 如果你很重要 你是那種那個數學很厲害的大師啊 你講出來 他也可以告訴你 這樣改的問題是什麼 那人家就會接受 這是一個是什麼 所以你也想不出保密 所以你就不會亂來 而且這樣的寫法也不叫好 為什麼 因為你寫這些事情的話 你想要看到的是 越爬越高就越大 所以請問一下 它造成這樣會越來越大的話 是用YX寫才會有這種感覺 還是用X寫嗎 對啊 你用上面這裡來看就好 這個很斜啊 用0.4寫1 看0.1寫1 看起來會比較大 0.4寫1 這個會比較大 可是如果你把它倒過來 變成1寫1.4 那邊會變小 這邊會變大喔 這看起來就沒有很斜 幹嘛那麼大 你就會覺得很怪啊 所以這種感覺就不一致啊 所以斜率其實我們也是有 比較配的我們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用它去處理 好 那在固體上面的話 它會用這樣去記錄 就說天后大 我還會處理比較大 一致 那我就第一次叫做協律 好 那這邊的話我把它介紹一下 不是介紹 就是稍微講一下 欸 講協律喔 同學最容易錯的就是 他每次考試都會忘記 諾 那指導師YS3J之外 那我們國中那個時候 我們老師就要教協律 所以那時候他也知道我們什麼都不懂 他只是用費的嘛 他就叫我們一個比較好費的 他說協律 那就先讓拉拉多人用 在上面 可以有在下面 下面要用兩隻腳站 上面只要一隻小站 另外一隻腳 我們就要開手 好 所以你就這樣子記啦 很爛的 但是我們會提配 像我們先讓你寄到這個 所以斜律就這樣定義 那剩下就今天我們再繼續留 這樣 作詞・作曲 李宗盛